他这样干脆 倒让魏敏珠有些接不上话了 少年始终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傅明华欺负表妹的 因此双手抱团长衣了一礼 体都未出 小娘子怎么知道对不上 傅明华看了他一眼 二楼之上 尖锥的目光似是搅到了杯子上 他不转头 若是转了头 发现卫士太纯笨 会使他难以忍耐 我确实不知道对不对得上 但是我知道 我若出一题 郎君必定对不上 傅明华将身体往后微仰 歪着头盯着少年看 一眼就认出了 少年是洛阳太守 顾饶之的狄三子 顾余锦 此人在洛阳颇有美名 风流而不下流 未曾参与科考 但也是有几首小诗 流入坊间传唱的 娘子自管道来 顾余锦原本不想与女流之 被计较 可偏偏傅明华这样一说 自然激起了少年心中的不服输 只是若问规格少女之时 我自然会答不出来的 她担忧傅明华有意出些女儿家的题来考她 不过是先小人 防她难以纠缠 有意丑话说在前头罢了 站在傅明华身后的江嬷嬷听了这话 冷冷勾了勾嘴角 没有说话 傅明华的性格 她房中的人是最清楚不过了 这位顾三郎实在小瞧了她 只是自取其辱罢了 昨日的昨日的 前日的大前日的后天是哪一天 原本准备要好好回答 一显才华的顾三郎 未曾料到会是这样一个问题 她心里本来都已经想好 若傅明华问些小娘子家的私事 来为难自己 毕竟她都肯定的说自己回答不上 顾三郎满心自信 总觉得除了这样的问题 她答不上之外 也没什么能难得倒她 她还想着到时为了小娘子的脸面 她也就道声侥幸 大家也好将此事接过去 但独没想到 傅明华会问她这样一个问题 初时听来确实简单 也没有如她所想的 会使她大干为难 倒是直白地 让她一时回不过神来 想着刚刚自信满满的样子 少年脸颊胀的通红 拱手道 是退之冒烦了 顾三郎文才过人 只是有意承让罢了 傅明华微笑着恭维道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两人都肯下台 这是最好的 魏敏珠心中还有些不服气 不过 傅明华与顾余锦 都不再争执 她若是再纠缠下去 便更是丢脸了 只是 魏敏珠却将今日之恨 记了下来 画坊顺着洛河飘了一段距离 少年男女忘心快 已经差点将之前的事给忘了 待到下了画坊时 魏敏珠气冲冲地离开 丹阳郡主拉了傅明华的手 响声警告 敏珠恐怕吃不得今日的气 往后你看到她 闭着脸 傅明华笑了笑 看着魏敏珠消失的方向 眼睛眯了眯 眼里闪过沙印 再看丹阳郡主时 便带了些笑 我知道 多谢郡主提点了 丹阳郡主勉强一笑 正要说话 却有人匆匆赶来 说是薛夫人正在找她 两人分别离开 傅明华已经失去了 再逛的性质 这满眼景色再好 她却再看不进眼里 哼 今日 那魏娇小娘子 确实太过嚣张了 碧兰横了一声 心里仍有余怒 江嬷嬷看了她一眼 神情倒是平静 不过年纪小 还未定性 江嬷嬷出身谢家 魏事一脉虽有来头 但她却也有些瞧不起 一个士族的教养与传承 从后人身上 便能看得出来几分了 傅明华不出声 她想着 今日魏事的举动 神情有些冰冷 魏事如此针对她 应该是知晓了 自己与她 都有可能被崔贵妃 看中这个事 她既知道 应该不是像自己一般 从梦里泄施的自尽 到后来 傅明华 备受冷落的情景 能推断得出几分 她若知道 必定是通过魏家得知 如此一来 自己被瞒着 而她却知晓此事 从某方面来说 被已经看得出来 众人对这事的态度了 谢氏对自己 只字未提 恐怕心里 也已经打好了主意 崩里的她 是这场博弈中的弃子 要找麻烦 也不应该是魏敏珠 来找她才对 回到牡丹亭 下人领她来到牡丹院 这里以崔贵妃为首 正坐在亭中赏花 那亭子不大 身份尊贵的告命夫人 自然是陪崔贵妃 聚在亭中 身份稍低的 便站在弧形拱桥之上 静候着崔贵妃的传照 期待她能想得起来 再低一些 连桥都没资格上 远远地厚在一旁 傅明华一来 便由工人 拧着往亭中走 许多人看她的眼神中 带着羡慕之色 这就是权势的好处了 她风光之时 有机会进入亭中 一旦逝世 恐怕连进入 这座园子的资格 都没有了 薛夫人与丹阳郡主 也在此处 她比傅明华早来一步 刚刚与傅明华 有过争执的 魏敏珠也在 但看她的眼神 有些狠狠的 远娘来了 崔贵妃看到傅明华 脸上露出微笑 冲她招了招手 傅明华朝崔贵妃 靠了过去 崔贵妃将她的手 握在掌心 完了些什么 可静心了 她伸手 替傅明华 撩了撩刘海 这样亲密的动作 坐在亭中的 白氏脸上 露出骄傲之色 傅明华不相信 崔贵妃不知道 之前画坊上的事 只是 此时她既然问了 傅明华也就答 看了大堂圣经 崔贵妃 左侧坐着的穿了一身 香妃色胡服的妇人 听了这话 便不由笑了起来 太傅果然教导有方 傅明华转了头去看 就见荣妃笑意盈盈地看她 身为家安帝宠爱的女人 不惜遭人诟病 也要纳进宫的荣妃 美貌自不必说 她的妹 像是自骨子里透了出来 举手投足 结实风情 崔贵妃虽美 可始终出身崔家 言谈举止 还带着束缚 与尊贵 荣妃便不同了 她哪怕是穿着胡服 却依旧透出妩媚 她与崔贵妃向来不合 洛阳人尽皆知 此时在傅明华 便如抢了崔贵妃的话说一般 亭中众人 纸装木偶 低头微笑着 只求不出错 唯恐被绞进 这两人的斗嘴之中 荣妃却像是 没感觉到众人的异样 拉了一旁的少女 营养呀 比娘子大一些 可倒是差一些了 坐在荣妃身侧的少女 一听这话 眉峰便皱了起来 她是荣妃的女儿 加安帝的掌上明珠 三公主 燕伟 在她之前 加安帝也有两个女儿 照理来说 燕伟并不尊贵 可她出生之后 加安帝便打破了大唐规定 公主不允封号为 大唐名山大川 封了她为横山公主 十亿万户 可见其受宠之程度 直到后期有御史禁言 认为此举有为 太祖定下的规章制度 加安帝才将三公主的封号 改为云阳 她是唐朝少有的 未到成年 便有封号的公主 此时 荣妃指着傅明华 冲女儿笑 燕伟的脸色 当下就有些不太好看了 差在哪里 燕伟扬起了眉梢 她女凭母贵 加安帝一向宠她 此时她心里不快 脸上便显露出来 母妃喜欢朱玉 总不能让女儿 也学着那朱玉一般 气氛顿时僵了下来 白氏低垂着头 脸色不语 傅明华 暗暗将这笔账 记在心里 脸上却不动声色 崔贵妃眼中露出 若隐似无的笑意 吟阳这话 也有道理 哪怕就是一母同胞 性格也是大有不同啊 崔贵妃说完 又抿了嘴笑 不过 荣妃妹妹最爱 自当是皇上 又怎么会是朱玉呢 一旁荣妃拿帕子 演了嘴角笑 也不出声 崔贵妃拍了拍傅明华的手 温声道 好孩子 且去你母亲那儿歇会儿 傅明华应了一声 又扶了一礼 才退了出去 晚上嘉恩帝在景德殿 四宴朝晨 晚宴结束 众朝晨才写女眷告退 回城之时 太阳已经稀邪了 谢氏身体不适 单独乘了一辆马车 先走一步 傅明华透过薄纱 看着外头 洛阳路边 人已经渐渐少了 夕阳之下 青柳垂在四肚立层 金粉的河面上 能瞧见有行人匆匆回城 不知道 这样悠闲的情景 还能再看到几回 城门之前 已经有人在排队进城 前头排着的 也是洛阳权贵 倒不好插队 赶车的老奴 将马赶到一旁静候着 一阵急促如古典的马蹄声 渐渐近了 傅明华却没有丝毫 少女的好奇心 接了细纱去看 她甚至连头都没转开 傅大娘子 那骑马的人 缓缓驱着马 朝她靠近 少年的声音 还带着晚春的冷意 傅明华听了出来 有些诧异 她能认得出自己的马车 殿下 烟锥骑着马的影子 缓缓出现 将原本能照进 马车里的阳光 挡了个严严实实 好似代替了阳光 渐渐入侵了马车里 那侧影 将坐在马车里的 傅明华 牢牢覆盖 让人有种 傅明华被她的阴影 完全淹没的错觉感 窗外的人 并未转过头来 沉稳惠民 世子夫人叫她好 傅明华微微笑着 道了一声谢 外头的烟锥一家马腹 缓缓前行了 她自然是不用 如傅明华一般排队的 守门的士兵 自然会为她 大开方便之门 一会儿 马蹄声便听不到了 仿佛之前烟锥 在傅明华马车边停留 是她的错觉一般 傅明华想了想 梦里的她 也曾随傅家人 出门踏青 有没有遇到三皇子 她已经记不得了 不过 绝对没有在回城途中 三皇子停下来 与她说话的 回到府中 白氏一整天 头顶拆环 随时在众人身旁 也是累得慌了 令众人各自散去 便也歇息了 傅明华回到院落 洗漱干净躺在床上 姜嬷嬷拿了调配好的 淡绿色膏子 抹在她的腿上 背上 她一头长发 散在一旁 闭着眼睛 像今日遇到的 人与世 魏敏忠便不提了 倒是荣飞 有些意思 当时她的夸奖 自然不是随口便提的 这些宫中的贵人 每说一句话 都大有深意 荣飞要当着众人的面夸她 除了与崔贵妃较劲儿 应该还想显示 她颇为看重自己 这可不是因为荣氏一族 与父侯也合作这么简单的 傅明华闭了眼睛 姜嬷嬷的手 轻轻地推着绿膏 使她吸收 看她默不作声便知道 她恐怕是心里 在想着事情 娘子在想荣飞娘娘 江嬷嬷把她从小乃大 傅明华心思深沉 但她也能看得出来几分 傅明华软软地应了一声 嗯 她与掉脱的绵长 鱼音仿佛扇着翅膀的蝴蝶 一摇一颤的 贵妃娘娘若娶魏敏珠 祖父便有可能 与荣氏一族合作 若娘娘选我 荣氏便有可能欺妇家 而选祝国公夫 初时傅明华只觉得 荣妃心思狡诈 将催贵妃逼得 只有使谢氏废除自己 而破开荣妃的拘 但今日荣妃说话 傅明华又觉得心里 有些不大对劲了 荣妃的笑容里 带了太多东西 她看起来 对自己并非那么喜欢到 想要为四皇子娶了自己 云阳公主的性格如何 荣妃心里应该最清楚了 却故意拿自己 与云阳公主比较 又偏偏要在催贵妃面前 展示出喜爱自己的模样 赞赏了两句 她这样做 不像是喜欢自己 要与傅家合谋的意思 倒更像是 荣妃已有众义的儿媳人选 却担忧催贵妃势大 要迫使其自剪毙绑的样子 恐怕梦里的傅家 也是荣妃算计的棋子 好笑的是 傅侯也却欲要与虎谋皮 只是 荣妃虽受宠 但到底只是后宫妃子 姜安帝宠她 一方面是当初对她险些 求之不得 另一方面 则是荣妃自己也是知情 失去 颇有手段的原因了 若是她为了儿子 而谋算朝臣 贾安帝不一定会容忍 除非 这一切是贾安帝默许的 大唐立国之时 便罪计氏族势力太大 太祖在世之时 铲除世家盐也不眨 贾安帝登基之后 虽没有大动作 但不表明 他不想收绝回权的 负家只要不犯错 爵位便能传承百年 贾安帝怎么会眼睁睁 看着另一个氏族形成呢 所以 他恐怕早有废掉负家的心 只是 负家子嗣废物 世子负其贤 如今膝下没有嫡子出生 他便放任不管 可父侯也一旦有了野心 他便顺势为之 所以 父侯也与荣氏合谋如此顺利 甚至连崔贵妃都没有率先发现 若不是白氏说漏了嘴 谢氏还蒙在鼓里 这一切都与皇帝背地里的默许态度是有关的 傅明华想通了这一切 将默许的手在他背上渐渐使力 娘子不必想着许多 仔细伤神 那淡淡的药香夹杂着花的香气 蔓延开来 倒有安神助眠的功效 傅明华将心里的线里顺一根 闭上眼睛 沉沉睡去 早上起来时 身上遍体的药膏化为甜腻的香气 他伸了手臂出来 那衣袖落下时露出的一截手腕 肌肤如玉 傅明侠所嫉妒的 他白如宁之血的肌肤 也不是天生便有的 上司节后 傅明华一与崔贵妃拉手 在府中又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 谢氏的身体好像越来越差了 四月天气逐渐热起来 府里的人过来量傅明华的尺寸 准备要裁下群了 江嬷嬷在一旁量计 内院中的管事嬷嬷周氏便道 大娘子又长高了些 周氏是夫人白氏陪房的丫头 嫁了人之后 便为她打理这内院之中大小的事